也不必过于急躁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你觉得别扭吗 这球难防吗 其实它第一次上是一两百就丢 没错 这个很关键 精神状态上还是全力一顾 对 和队伍来说也是一次特别好的锻炼 比较放松 比较松弛 你比较擅长中舞远台的防守 或者转进攻 对 我的技术 三板和静台的一些快速衔接上 给你的鲜 空间短的 清脱一半 是一方面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它有没有特别好 全台哪都给 或者是什么办法都去尝试 我想还是关键是自己要坚定 可能有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感觉不好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现在5比10 现在5比10 今天的比赛呢 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分析 王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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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让王南没办法了 而是双方水平 开局0比3 是双方水平 不错 就是双方水平 是双方水平 的 就是双方水平 要用于双方水平 和王南 一般一般 是双方水平 就双方水平 好球放慢,李嘉威也好,就训练量上,因为她是老队员的吧? 还是,应该是有的时候会要比我们还要多一点吧,包括下午的发多球来讲。 因为,毕竟晚上就要打奥运会了吧,出现太多的问题。 相反,这次好球,相反,这次比赛呢,也会对王楠来说,在奥运会之前,也是能够给他帮他找到一些问题。 这样,李嘉威就以4比0胜了王楠,率先进入到大众汽车中国平方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前四名。 好球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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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!